智慧牙可不可以不要拔 拔了智慧牙又会不会受脸呢 大家好 我是Dr.K了 你什么都可以问的牙科医生 我经常会说到许多关于智慧牙的问题 所以今天为大家快速解答 关于智慧牙的四大名思 第一 拔智慧牙脸会变小 在拔除智慧牙的三至五天内呢 你的脸部多少会有一些肿胀 这个时候你是肿脸而不是受脸 但在脸部肿胀消脆恢复远行过后呢 会有一种识别善日当刮目相待的感觉 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瘦脸的错觉 另外在智慧牙手术完成的一个星期内呢 我们会建议在饮食方面就是 食用软食避免暴力暴食 加上有些人因为疼痛或者是不适 而没有什么胃口禁吃 那多少也会受脸些 这种瘦脸呢 就与拔智慧牙有着简介性的关联 而不是直接的关联 第二 有智慧牙的话它一定会长出来 虽然智慧牙通常会建议17岁至25岁长出 可是也别忘了 有些人是天真没有智慧牙的 就算你有智慧牙 它也有可能迟迟都不长出来 甚至是终身都不长出来哦 智慧牙通常会生长于这几个位置 那有些人呢 他们的上下左右两旁都有智慧牙 有些人呢就少了几颗 那我自己的X框档和底棒 我就只有一颗智慧牙 而且到现在还迟迟未长出来 看来我的智慧牙有点害羞 很多人在照的X框发现自己有智慧牙 过后都会心想说 嗯 我有智慧牙 那它一定会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长出来 这也不一定哦 我有年育40-50岁的病患 进来就是告诉我 诶 医生我觉得我后面的牙齿好像怪怪的 经过口腔检测一看呢 原来是智慧牙才刚刚要长出来 也有年育60的病患 就是进来照了X框过后发现到 智慧牙还在里面迟迟未长出来 所以智慧牙到底会不会长出来 然后几岁才会长出来 这也是因人而异的哦 第三 有智慧牙一定要拔 若你的智慧牙已经完全长出来了 而且像底液热疤一样长得很正 上下咬合也没有问题 没有长长塞食物 没有牙疼发炎等等症状 在你可以有效照顾口腔卫生的情况下 不拔除其实是OK的 可是若你的智慧牙长歪了 上下智慧牙咬合不当 或是长出了一半 可是被前面的大牙给捡住了 没有什么立足之地 导致食物阻塞 蛀牙 牙龄发炎 灌周炎 甚至是引发口腔和面部感染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应该尽早拔除智慧牙 很多人都会觉得 嗯 智慧牙长歪了 在这食物的确是很不舒服 可是我忍一忍反正没有疼痛嘛 那就自知不理 这是大错特错的哦 长歪的智慧牙呢 通常会带来食物阻塞 以及男女照顾口腔卫生的问题 食物阻塞呢 细菌就会滋长 那牙齿呢 就会渐渐的被这些细菌给注尸 如果智慧牙本身住了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将它给拔除 可是 如果智慧牙前面的大牙 也叫做 被注尸的话呢 这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 因为这个大牙是我们一辈子 都要拿来拒绝食物用的 那如果这颗牙住了呢 到7的话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 补牙或者是有需要的话 进行更管治疗 可是若你置之不理 这颗大牙已经 无药可救 那就只好拔除你 一辈子也少了一颗 非常重要的大牙 最后 法智慧牙一定得动手术吗 首先我们得了解 法智慧牙是什么的一个疗程 通常我们会了解 你智慧牙的历史 比如它有没有疼痛过 那疼痛的种类 以及程度又是怎样的 它有没有带来任何发烧 或者是面对肿胀的问题 在了解这些历史过后呢 我们就会进行口腔检测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是有需要拍摄 牙科X光 那牙科X光呢 又有很多种 其中就包括了 全景射线照相 Panoramic Radiogram 跟件X线片 Perry Bigger Radiogram 或者是听起来很神的 牙科3D电脑 断层扫描 简单来说就是CBCT啦 那你需要哪一种X光呢 这也得让了解你口腔情况的 牙医来决定哦 在X光或者是扫描里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见 你智慧牙的位置 斜度 牙根数量 牙齿以底下神经线 或者是叫下齿槽神经的距离 多少牙草骨覆盖着牙罐 牙罐与前面带来的距离等等等等 非常重要的资讯 在仔细的口腔检测 以及牙科X光分析之后呢 我们牙医就可以告诉你 你的智慧啊 只需普通拔除 或者是需要一些手术 那我们也可以预测 拔除智慧牙手术的难度等等 在洗衣域里你适当的建议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哦 要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特别的 我们的智慧牙也是非常特别的 如果你不确定你是否有需要拔除智慧牙呢 你可以到附近的牙科诊所训诊哦 如果你觉得这个短评有用 那也别忘了like以及share一下 顺便留个留言告诉我 你想学习什么牙科话题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